记者12日从中国国家航天局探阅,与航天工程中心获悉,嫦娥4号着陆器和玉兔2号巡视器,已按计划正常完成修年设置,目前,玉兔2号巡视器,累计行走178.9米。 图为嫦娥4号着陆器地形地貌相机,对玉兔2号巡视器成像。 中国国家航天局工徒,据介绍,嫦娥4号着陆器,于4月12日零时零分,按计划正常完成修年设置,下次第5月昼理论唤醒时间4月29日七时零分。 玉兔2号巡视器,于4月12日零时三十八分,按计划正常完成修年设置,下次第5月昼理论唤醒时间4月28日十二时十十四分。 2018年12月8日零时二十三分,中国在西川卫星发射中心,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,成功发射嫦娥4号探测器,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,转着陆探测之旅。 2019年1月3日,嫦娥4号探测器,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京177.6度,南尾45.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。 此前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测,与航天工程中心,曾在3月13日发布消息称,玉兔2号巡视器,完成三个月正工作后,已达到设计寿命。 后续,研制队伍将继续精心操作,密切监控,确保安全,争取使玉兔2号巡视器走得更远,获得更多的科学数据。 前三个月正工作期间,玉兔2号巡视器,累计行走163米。 而在第四月正工作期间,玉兔2号巡视器继续行走15.9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